美国时间4月14日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中情局长 联邦调查局长 国家安全局长 以及国防情报局长等情报界高层 前往联邦参议院出席两年多来的 首次世界威胁听证会 而听证会前一天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也向国会提交2021年度威胁评估报告 其中指出 中共会继续增加在台湾周围的军事活动 摩擦将会增加 另外听证会上 共和党籍议员卢比欧问到疫情起源 海恩斯也坦言 目前还未厘清中共病毒 最初是何时何地 以及如何传给人类 他也说 不排除是实验室意外造成的 目前正在持续调查中 会尽全力找出真相 新唐雅台电视林玉堂 叶云如整理报道 我朋友们计料